没有了言论自由 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看完汉纳·阿伦特 人的境况后思考的一个问题 汉纳·阿伦特 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 其犹太人的身份 及其经历的纳粹大屠杀 成了他一辈子的底色 以身致力于研究 邪恶 极权政治 和人之为人的自由 在人的境况中 阿伦特指出 人的行为分为三类 劳动 工作和行动 劳动和工作 不过是维持肉体的生存 是一种类似动物的生物性宿命 当下大家体会深刻的 所谓工具人 狗屁工作正远于此 但行动 也就是在公共空间的表达 这才是生命的一种真正开放 是人性所在 说人话就是 通过自由和诚实的表达 展示个体的独特性 如果放弃了思考的能力 沦为乌合之重 这又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看完阿伦特 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后 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1961年 耶路撒冷地方法院 对纳粹战犯 阿道夫 艾希曼 开赏了一场 矿日持久的审判 哈拿伦特就这场审判 首次提出了 平庸之恶的概念 他指出 艾希曼 并非人们口中的恶魔 他只是 如你我一样的普通市民 不齐隐的小公务员 因为依靠庞大的机制生存 只知道服从上级命令 放弃了思考的责任 而成为屠杀机器的一部分 这样的言论 也让当时的他重磅轻铃 特别是受到犹太民族的指摘 他们认为 汉娜为艾希曼开脱 连他的邻居 都给他塞了根纸条 让他go to hell 但汉娜是勇敢的 他坚持认为他对的观点 他说 我这一生中 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 任何一个集体 不爱德意志 不爱法兰西 不爱美利坚 不爱工人阶级 不爱这一切 我只爱我的朋友 我所知道 所信仰的唯一一种爱 就是爱人 不受政治身份的约束 跨越种族 国家 地域 坚持自己的真理 这才是真正的爱 和真正的世界主义 安娜·阿伦特一生都在思考 并一个知识分子责任心 去爱这个世界 在他丰富的作品里 我们看见了思考的魅力 诚实的可贵 和自由表达名人 愿我们也不放弃 这样的权利 去思考 去表达 一两成诚实 以这种形式 找到身额为人的自由 致敬汉娜·阿伦特 这里是他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八道晚会 到底在哪里